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应该是这件新闻成为科学新知今次的第一节 因为这个好像很光洞 因为我相信很多主流报纸 就算不是科学科学都有报这个新闻 就是说首次人类是做到人工制造的胚胎 是还是不是呢? 陈旭伟博士应该可以解释一下 我尽量以我自己的科学常识去理解 要先戴个头盔 我就真的是为专家 但是我都记得在以往我们都讲过 不少干细胞的问题 大家大约都知道如果我们是干细胞的话 我们现在有能力是由我们身体的一些细胞 就尝试将它逆转、诱发它的变移 令它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干细胞 但是你说如果没有这种技术之前 你要去找到干细胞的话 你最容易的就是可能是说一些磁带血 或者甚至乎是那个精子和卵子结合出来的受精卵 由那个受精卵开始形成的那堆这样的细胞 第一代由胚胎里面是干细胞 那里面就是最重要的内容 现在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我们现在做实验的手段去研究胚胎 我们行头有一个限制的 就是说你那个胚胎 你是不能将它引用 就是由它演化发展超过14天 如果不是它就当你是杀人了 就是其实这里很有趣的 究竟为什么它定14天呢 当然大家中间也都有一个很大的争论 但是如果你不是问宗教人士 你是由科学人士自己去定的 就是说你把一个精子和卵子结合成受精卵之后 你基本上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培养碟上面 你看到它一路里面分裂 一路一路发展下去 那他们就说用了14天来做界线 你过了14天之后 那开始就会有一些新 也都是可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它就会有一些新的结构可以走出来 就再不是一堆 就是好像在一个波里面的一堆细胞了 就是开始那些细胞有少走位的形象 就开始想倾向形成一些结构了 有人就认为如果你过了某一个日数 不如就说14天吧 之后你将它孕育超过14天才杀死它 就是为之不道德 就是这个研究 而在之前的话 我就纯粹依然当是一个普通的精子卵子那样看待 就没将它一个生命那样看待 当然了有一些 如果你是可能就算佛教团看好 天主教团看好 它不会同意这个说法的 它们会认为就是你一结合了 就是已经是一个生命来的了 那总之行规是这样 知道有样东西就是14天才杀死 所以就有人会想 如果我能够做到另外一块东西 那块东西是它跟胚胎的特征相似 就是说是一种叫无形的胚胎 无形的胚胎 那它呢 跟胚胎的分别就是它可能里面大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它是最后没有能力孕育到它的生命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将它孕育培养超过14天 行不行呢 那现在呢 基本上这个星期出来的研究就是在做这件事 它就将一个叫做 由干细胞砌出来的胚胎模型 那他们就说看到里面拥有很多跟一个正常胚胎差不多的特质 但是它最大的分别呢 是这一样东西最后是没有办法能够成功孕育成为一个婴儿的 那所以就说它不算是一个生命 它不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完整有意识有灵魂的生命 那所以呢就说我过了14天都无所谓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但是这件事是不是纯粹为了挑战14天而做的呢 也都不是 它是在科学上面有它的研究价值的 那这里要提一提就是说如果这件事它最后能够孕育成胎 但是它在那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某一些的部分和一个正常胚胎是相似的时候呢 在科学上面最大的研究价值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到 如果一个正常的胚胎它在14天之后的那个慢慢演变的过程会是怎样呢 我们就可以透过研究这个胚胎干细胞模型去了解更多 那这个就是这次它研究的内容来的 那我们首先要提一提就是研究的组织呢 就不是一些内容国家或者一些武汉官国家来的 它应该牵涉着两个部分 其一就是建桥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 第二个就是以色列的一个Weissman 就是一个非常之Weissman Institute of In Israel 这个是一个最顶尖的那几个 顶尖的一个 加州理工 那我们用另一个方去看就是 以这几个学术机构的国际地位呢 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质疑它这次的成绩 我们觉得 如果知道这件事在这个道德上面 立着脚 随时那些人大家会受到这个的处分的话 我想他们不学这一步的 就是这个不是 就是他们是很清楚这一件事 应该就没有 就是没有在这里解他们才会做的 嗯 好了 那现在 你觉得整件事最大的成就在哪里呢 就是说 因为它现在说这个是人造的胚胎 而且它是不需要有精子和卵子 那是不是说我瞅期 如果将来我做到的话 我瞅期我拿了一粒的钢细胎出来 就可以做个另一个人出来 或者做个另一个人 做个另一个器官出来 举个例子 现在譬如香港那样 大家也要签箱子 捐贈器官 到时候不用的嘛 你到那么一刻你拿个钢细胎出来 到那么一刻有需要的时候 就自己弄个腎 弄个肝出来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可以想到那么远呢 我想还有很多个步骤 现在就是说 你拿到那个钢细胞出来 那个钢细胞可以变成什么东西 当然你说如果 就是你有个钢细胞 加一些特定的条件或者激素 令它变成某一个器官 那这个就是他们那种叫做 不是基因工程 就是钢细胞工程的那种想法 就是的而且一个钢细胞工程 就是希望就是说我拿到一个细胞 将它变成钢细胞 这个钢细胞 因为它是万能的 可以变成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就想把它想变什么就变成什么 之余 还要是变了 比如变了个心臟细胞之后 它跟我砌个心臟出来 变了个肝细胞之后 跟我砌个肝细胞出来 就是懂得去走位 知道哪个肤打哪个肤 那这些东西其实很有賴于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胚胎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究竟在一个胚胎里面 它有什么那么神奇的事发生了 令到原本是同一种的钢细胞 它懂得走位的了 懂得分哪里是上面和下面 懂得分你是做心臟我是做肝 然后大家分工合作 你觉得好像里面是那些细胞 就是说的夸张一点 你就好像以为他们里面懂得 过个礼拜开会 然后说谈一下这个礼拜进度是怎么样 然后跟你分工自动走位 那这些过程我们大约知道 但是没有一个很仔细的解释 而今次它其中一个都挺重要的成果 就是它将这些这样的钢细胞 砌成了一个胚胎模型 但是你问我它做了什么这么厉害的 令他们能够砌得到呢 那我自己没有功力去仔细了解 但是总之它们能够掌握到一个能力 就是说你给了这个细胞 它就砌到一个胚胎模型出来 而这个胚胎模型呢 它是和一个正常胚胎的共通点是什么呢 它也会继续去分裂和分工 它分工这次来说它最精彩的就是 它分工到的那个地步 是初步看到它一些的结构是形成的 那它用一个 我不知道一个正确的中文翻译是怎么样的 它就说总之你会看到最后的生命体 那个中族线的形成的过程 那譬如我们的中族线就是我们的脊骨 就是我们只要定到脊骨的方向 哪一边是头哪一边是尾 哪一边是尾 哪一边是脊椎方向 哪一边是脊椎方向 基本上其他的器官呢 就沿着这条族线去摆的了 去砌出来的了 手手脚脚的头就跟着这条族线去摆的了 就是那个 最初这一堆完全是没有方向性的这堆这样的细胞 最后怎样会发展到有一个方向性 是有一条族线走出来的呢 就开始今次这个研究就开始看到这个阶段 不得只 而是还看到某部分的干细胞 它已经拥有一些好像心脏的特质 就开始有一种震动 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干细胞组那里 看到一个这样的现象 那我想呢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说 那个组线的形成 还有呢 就是那个东西怎样由 好像你没有脊椎变成有脊椎 就是有一条族线的形成 虽然那条族线你还未可以叫做脊椎了 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准备是根据这条族线的方向去发展去摆放的了 另外就是说那个有心脏跳动功能的那些东西开始形成了 那就是比起以往来说 我想起码就是说 他们这次能够亲眼透过这个 胚胎干细胞模型去目睹这个过程 那就是这个最大的发言 而以往你如果你是拿了一粒首星论 你是不能将它培用到这个阶段 你是看不到的 你也都没有人这么有空去真是去准备三个BB来 除此之余又可以去那粒六年 也都没有可能这样去做 那你这件事就只能透过今次这个叫做干细胞胎模型去做出来 那我们可不可以踩线就是当一个胚胎形成 我们抽了其中一些干细胞出来去做实验呢? 都是那个问题了 你是14天前还是14天后 你是过了14天后去搞这件事 最后你做完这个实验 那你就等同于杀了人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它那个是14天前的 那基本上有人去做 拿了是由零到14天 他们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我们知道的 就是这些 所以那个不是能够做到的问题 而是我们现在那个规章 比不比我们做的问题更加大 那现在似乎就是牛津今次这个 用干细胞这个手段 是部分绕过了这个问题 那但是最后 凡是世界上所有的模型 它和现实都总是有差距的 那其中一个去说的差距在哪呢? 就是说 它是没有了那个能够形成胎盘的部分 没有了形成胎盘的部分 很明显就是你这个所谓的杯胎模型 就没有办法去着床 和没有办法去问母体拿到营养 所以它没有办法最后繁衍到最后成胎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都是同一个老部发育的部分 也都是好像是抽走了 可能台长要看一看 就是同老部发育的部分 也是抽走了一些 所以就是它这个 它就会说 这个东西最后 不是一个形成胎盈的一粒东西来的 它只不过是一个模型 它就是一个模型 它是拥有部分正常胎盈的特质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它现在看 我看上去都是老鼠去做的 没有人去做的 但是我们看这个新闻 或者经过几次新闻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象就是 有一条线在那里 大家都在线上面那里 看看什么空窄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 有一天会突破这条道德 我们讲道德界线不是纪律界线呢 我们之前经常讲 通常就是越是不受这些规范的 国家就越早能够突破了 那反而你说是真是最先进的国家 就是有这个规范的时候 你硬硬做都受到千呼所指 就是你譬如说 譬如来提一点点 你讲到基因改造工程都是这样的 你看回何建晦那件事 你不要说何建晦这个人 成为一个丑闻 我甚至乎觉得当初香港大学 我愿意搭台来说话 我都觉得是一个丑闻 其实根本就是因为 在一个发达国家的标准利益 要知道哪些 尤其是编细到生命科学里面 有哪些是做得不做得的 而这件事不是纯粹是乱的 而是因为我们最后 有考虑到一个人民的价值在背后 是啊 但是现在科技的发展 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大的誘惑 它的誘惑在哪里呢 就是根据这个实验 它有没有一个影响就是 将来我们有什么基因的病 可以用这个方法去预先知道呢 可能是一些病变 我们会预先知道啦 那其实有很多的方向的 你其实刚才再早前都提了的 会不会是可以最后发展到 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器官的范 可以种植器官透过这种手段 我们掌握到在哪个阶段 它会形成到一个更加复杂的结构 然后这个器官 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呢 你去介入的话 就令到可以和这个循环系统结合 让我们更加能够发展到一个小器官 而是一个真的可以更加能够准备 成为一个正常人体的器官 那似乎由这一度下去 就是由这些干细胞这样的发展下去 我们是多一种手段去靠近这个结果 那就是你说如果基因病那方面 你如果是有一些基因的sample 我们自己试一下摆在一个模型里发展一下 会不会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基因病的一些征兆呢 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就是我不知道啊 这里随口胡说 会不会甚至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你研究过脑部发展的 你是可以在这里帮助我们去及早发现了一个胎炎 会不会有这个好像自閉症这些病 会不会在这里还有多少 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先天病来的嘛 是啊 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 但是我这里我想我就没有能力去真是评论到 究竟今次的这个研究是对于各种未来可能性 是哪个帮助多于哪个帮助少一些 会不会有些根本上关事呢 那这里我都没有能力去很仔细去说 好 那我们这一集完成 那我们下一集再回来 不过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